本地陽性個案總數是3975宗 另外我們有301宗輸入的個案 有一間殘疾院社叫做香港耀能協會聖康園 有一位院友和一個員工確診 387間學校呈報了524個陽性個案 今天有11間學校的有班需要暫時停火一個禮拜 現在當然沒有條件繼續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所以希望大家市民合作 如果有些不舒服要盡早看醫生 沒有打針的就盡量打針 如果有老人家知道沒有打針的 因為他們真的比較高危 也希望盡量看看如何可以隨他們打針 或者安排他們打針 雖然大部分確診的病人 他們的病徵都相對比較穩定和輕微 但是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特別是長者、免疫力低 以及長期病患的確診病人 因為新冠病情的情況可以惡化得很快 病人一定要來找我們 我們才可以開藥給他們 截至7月24日 其實我們總共處方過超過3萬8千劑的新冠口服藥 包括超過2萬1千劑的莫納皮拉圍 以及超過1萬7千劑的柏克斯羅維克 我們準備了足夠的抗病毒藥給我們的病人 所以我們是會為合適的確診病人 處方新冠口服藥的 以減低病情惡化的風險 我們看了一下 我們看了一下 我們看的 無名字 感谢观看